和大家分享一个tweet 这个tweet我会将那个节面放在描述里 我一边看一边和大家译 这个作者是一个以色列的学者 他是历史科的 他说他的社区 关于现在进行在加薩地大的战争 太静了,没说声 这里就是我 这个作者 看了数以百计的文章 看了数以千计的 影片和 图片之后 这是我对于今次战争的看法 这个系列 tweet的贴文 可以说是 executive summary 是一个 处要 如果要详细的话 可以直接 去他那个 academia 网站 下载他那篇文章 这篇文章下载了 二十多页长 有很多 有那些food notes 出处 所以 那个太长了 不和大家读 接链一样在 有兴趣 你们都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他就首先说一下自己的 我 就 给个名字 就 个名字 太能读 总之这个我就是 我叫阿Li A historian by profession 职业是一个历史学家 亦都是一个以色列的公民 在这里作证 关于在加勒地带 发生的 恐怖的事件 现在发生的 有大量的证据 我看过 亦都在后面 会将它 参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使得我 足够使得我认为 现在以色列 是在 散行一个 种族灭主行为 相对于加勒地带 巴勒斯坦人民 目前那个战争 就是 以色列 因为 阿玛斯 在2023年 10月7日 大屠杀的 反应 这个本身是一个 战争罪行 也是一个 违反 人权 人类的 罪行 但是 我们要看 一个 长时间的冲突 在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之间 这个可以推回到 1917年 或者 1948年 在所有的案例之中 我不相信 那个 历史上的 graven 就是 不对的 atrocities 和一些 罪行 可以 可以 为今天 发生的事 提供 所谓的 证据 的 认同 因为 这样 我认为 以色列对于哈马斯 10月7日的反应 是完全超过比例的 完全超过比例的 完全超过比例的 在过去的五个月 以色列 频繁地 大规模撒伤 在加撒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导致 死亡数字 最少 有3万人 而其中 大约 70% 是 妇女 或者 儿童 另外 数以万计的人 亦都是受伤的 这些数字 可能 是一个低估了 以色列 故意 摧毁加撒地带的 Health care system 医疗系统 这个是唯一单独 可以提供这些数字的 以色列 主动地尝试 使到 在平民的人之中 产生死亡 这个是通过 破坏一些可以 保护生命 好像是医院 或者是 救会中心 或者那些 提供 救济的那些机构 而 就将 这个加撒地带 的 必需品 水和食物 是限制住的 这个结果 在加撒地带 人民 大部分 在义堂 已经开始 因为饥饿 和缺水 而死亡 亦都因为缺乏 药物 非常难的 医学 步骤 比如 像撤脂 等等 是要 在没有 止痛药之下 没有麻醉之下进行 以色列继续尝试 把巴勒斯坦社会 的 结构 破坏 特别 刻意地 针对 一些文化的机构 比如大学 图书馆 资料库 有宗教的 建筑物 以及 历史的 地方 以色列所谓的 Dehumanized Palestinian 将巴勒斯坦人 汉作非人 非人的处理 这是受到大部分 以色列 的犹太人支持的 无数的影片 由加勒地带上传出来 以色列的军队上传出来 可以证实到 他们正在 侵犯 巴勒斯坦人 在欺凌 巴勒斯坦人 包括 Crual violence 非常残忍的暴力 以及 当他们不是人 这个是 Normalized 认同了 Rooting 偷野 Water destruction 刻意破坏 Property With little consequence 破坏 破坏 财产 而是没有任何 要背负的责任的 这个 就继续 这些东西 是由 巴勒斯坦那边的 证据里面 是证明出来的 虽然 他们这些人 是面对死亡 面对破坏 以及面对欺凌 所有的证据 我看来 就强烈地看到 是以色列的目标 是要将 加勒地带 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去清除 以色列政府里面 的一些主要的成员 亦都多次 承认了 这个这样的目标 在不同的时间 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很多以色列的政府 的部门 亦都有计划 去 达到这个这样的目的 以色列 在清除 巴勒斯坦之中 利用 将建筑物 用推土机来推篮 亦都在建设 以色列的 武装的基础 的建设 尝试 将巴勒斯坦人 剷除 这个战争的一个目的 根据以色列政府来说 就是要解放 那些 被囚人士 那些 那些 骷髅 现在目标大约有 超级130个在 巴勒斯 哈马斯的手上 但是 证据显示到 其实 以色列的 军队行动 并不是 目标是解放这些人 今天 以色列 就 只是放了 三个人 字 解救了三个人 通过 这个 武装行动 但是 同时 杀主了更加多 直接或间接 通过 他们的行为 以色列的社会 目前 就是非常 分裂关于 这些人质问题 最少 有些 部分的人 是认为 这些是 因为 以色列政府的行为 而导致 这些人质 而全球的目标 现在正在集中在加撒地带 也将 那个注意力 离开了 西岸那边 这样 以色列 在 西岸那边 的 军事行动 以及继续 是 安置人民 那现在 其实 会导致 数以百计的 巴勒斯塔人 被杀 以及 已经 将 15个 当地的 社区里面 作为一个 种族 清理 现在 那个 暴力 和暴行 正在 直线 上升 这些暴力 是由 以色列的 官方 政府 和 以色列的 定居者 想做的 以上所说的 所有东西 都是因为 在西方 有一个 非常支持 以色列的 主流媒体 特别 在美国 英国 和 德国 这个 为战争 而做的 行动 是由 很多 政府 兼夹 主流媒体 想组成的 使得 以色列的 暴行 和行为 好像合法 好像合法 亦都 将 那些 集中力 而离开了 在加萨地带 很多事 这个继续 使得 巴勒斯坦 人民 好像 不是 人 那样 不是 人 那样 后面 把自己的 文章 截图 放在这里 既然可以直接下载 这篇文章 所以这个截图 就没什么 特别的 用途了 但是 他这里就放了 所有的截图 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下载 这篇文章 就像我所说的 我会把他的截链 直接放在描述里 大家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